吉安湘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开议 首先是由乡长游淑珍进行施政报告 游淑珍表示面对天灾考验 公所团队尽全力协助乡亲恢复稳健生活 也扩大募集了各界的社福量能 依入在吉安 同时各项多元的建设也都稳健扎实的推动 在许多全国性第一名的奖项肯定当中 湘公所团队也会持续努力为民众来创造幸福的生活 前湘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开议 湘长游淑珍率公所各科室主管进行施政报告 除了报告各项设服措施还有建设铺程 也交出了亮丽的执政成绩单 在这一次的我们的所有的几难救助金 高达了一千三百零二万 依注在所有无管是几难救助家庭 或者是我们赠债款的依注 一条一条详实的为我们来大会上作为报告 除此之外我们在整个物资的发放 甚至于在保全户以及我们栽容所的 所有的关怀救助的物资 我们也一再再的呈现出来 社会福利的执行是我们既然想更要到位的力量 在108年书贞上任之后至今 我们的人爱基金 我们也从108年至今 募集了1713万的爱心人爱基金 在整个吉安乡来做善精关怀 我们陆续完成了五个以上的部落聚会所 以及三个我们的三栋的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 以及十余栋的耐震补强来协助提供给我们社区民众的就近照护跟安养 从我们的民房业务第一名 防灾防训的第一名 以及我们得到了今年非常特殊 三项华联县社区发展协会的评比 更带来了三贯网 以及我们非常多靓丽的成绩在吉安 未来后续我们会针对六大方针六大主题 继续为我们吉安来精进努力 游淑贞表示面对天灾考验 公所团队尽全力协助乡亲恢复稳健生活 也扩大募集各界社福量能 挹注在吉安 同时各项多元建设也扎实推动 在许多全国性第一名的奖项肯定当中 吉安乡公所团队会持续努力来为民众创造幸福的生活 谢谢旅会既然相报道